兩位,一位是燕子小姐,一位是楊老師,有請 恭喜恭喜 入圍了兩項,獲得了一項 目前是以節目獎獲得綜合節目獎 請兩位一起,你們先來拍照 好,兩位眼神,先看正中央 請看到 正中央下方,看下方 下方有很多的 請看左邊 好,再回來我們的右邊一點點 這樣就點家 對對對 好,中間再一次,都有拍到了 有捕捉到嗎?都有了 好,我們接下來麻煩 工作辦幫忙 好,我們先讓葉子小姐 恭喜你啊,恭喜 是,再來發表一下 就跟她講一下,尤其從自然生態部分 能夠延伸出,從一個網播角度 出發,要不讓她從這部分 獲得很多的滿足 是,自然有意思 是,自然有意思,謝謝 其實剛才我就問楊老師 我們有機會上台嗎? 楊老師說一定有 楊老師跟個報告,單身公園 除了營火蟲 很棒 還有寶可夢 謝謝 這個不容易,能夠在都會裡面 能夠揮碎營火蟲 還是結合人間的力量 能夠在都市,都會裡面 能夠讓市民能夠看到營火蟲 所以全世界是非常少的 所以特別在剛才的時候 分享 特別分享 分享這一段 我想您正義才講的時候 可能透過三更新播出 應該會 應該很多人會去 所以特別請燕子小姐 特別提一下說 這節目就是從生態角度出發 由楊老師本身的專業 來透過廣播來做呈現 對 其實我們剛才也在談 我們是用一個輕鬆愉快的方式 在談一個嚴肅的議題 特性構 特性構 特性構的方式 所以我們兩個經常在節目裡面 笑得很開心 可是呢 我們也不忘經常在節目裡面 要談到很嚴重的東西 或者甚至有一些沉重的議題 包括有一點批判 對 沒錯 是政策問題 是改題還是要題 對 尤其是對於一些 他們沒有辦法自己來說話 主張他們的權益 是 其實我覺得我要借這個機會 也來談一件事情 是 因為剛好前幾天看到 我們台灣非常有名的黑熊媽媽 黃美秀老師 那她在她的臉書上就分享一個 其實她分享她的氣氛就是 最近有一隻黑熊被發現以及死亡 結果那隻黑熊有一隻手是斷掌 有一隻手是斷直 所以她覺得很義憤提音 就是希望說 我們真的好好來思考這個問題 到底我們是怎麼樣來對待我們的生態 對待我們 跟我們一起共享這塊土地的這些聖物們 那其實我們在節目裡面也經常會談到這個議題 所以我們會說我們要怎麼樣餵 石虎買單 怎麼餵 藍雀買單 怎麼樣餵 特別談一下就是我們有蠻多的小農 然後她拋棄傳統的工作方式 而是她用友善工作的方式 留一些給野生動物來使用 然後野生動物吃完就是都給我們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我是覺得說 如果能夠整個拓展出去 我想對台灣的環境會慢慢變好 然後我也看到有一群基層的人 包括一些大人 她沒有什麼 所謂的社會地位 可是她默默在跟著 非常勤勤 非常努力 所以要今天會特別為我們來介紹一下你的節目 讓大家知道一下 在中國無地台的什麼頻道 什麼時段 1點1點7 每一個禮拜二的早上11點到12點 我們有三個小項 第一項是自然大小事 把過去一個禮拜有關於全世界 包括台灣生態環保 還有農業上的綜合事 可以講報告 第二個 台灣special 介紹 因為台灣這塊土地很特別 我們有很多的特有種 不管是動物還是植物 我們會透過這個單元 讓大家看到台灣的特別 大家很熟悉 可是又不熟悉 還有第三項呢 就是我們的主題專訪 我們其實設定了包括像李山台灣 不曉得大家對李山倡議的概念 是不是都有 其實就是對於這塊土地的一個友善的 更做的方式 我們也會找到很多生態的達人 來跟大家做分享 甚至討論一些比較嚴肅的 跟環境生態有關的 這樣一些議題 是 所以我們非常恭喜教育廣播電台 非常恭喜 非常有意思 非常恭喜兩位 謝謝楊老師 謝謝葉子小姐 非常謝謝你們 我一定要特別說明 我們雖然一直說 我們很嚴肅的議題 但是我們的節目 真的很輕鬆 很愉快 很好聽 再度恭喜 恭喜兩位 非常恭喜 今天我們要歡迎的是 綜合節目主持人獎得主 我們要歡迎 到底想幹嘛 來自警察廣播電台 歡迎 林夢萍小姐 以及 王晴小姐 歡迎兩位 恭喜 不好意思 稍微等了一下下 兩位先臉妹一起來拍一張合照 而且這件服裝是刻意搭配的喔 好 請看 先看前方 中央 中間的前方 好 眼神稍微偏左邊一點點 前方左邊一點點 好 再眼神請偏右邊 右手邊這邊前方 好 再來請 眼神看上方 上方 你的左前方地方上方 好 今天請兩位 動作大一點 來來來 左邊請 好 來 好 一起 好 兩位動作大一點 再鼓一張好不好 對對對 好 一人一邊吧 一人一邊 可以 好 大家眼睛還是要回來看 看鏡頭 好 都有捕捉到嗎 有喔 非常恭喜 好 接下來請兩位要留步一下 來 麻煩給一下麥克風 我們要請 沐萍先講好了 是 先跟他分享一下就是你們節目部分 主要到底想幹嘛 你們到底想要幹嘛 其實到底想幹嘛這個節目喔 我們是希望在非常輕鬆愉快的一個程序裡面喔 幫我們生活上的一些知識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是有一個主題性的 所以我們非常的輕鬆 但是呢 每一個主題都是 看著這個新聞啊 或者是生活的知識在裡面 嗯 那也請我忘卿講一下 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平常都辛苦了 好好的過生活 就是 如果你們能夠靜下心來聽 30分鐘的廣播 會讓生活的物品是感覺更好 那我真的很想說 其實 金管就是一個非常希望提供好節目的電台 對 那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支持金管 是 當然在金管當中 呈現的節目都非常的精緻 非常的用心 當然也要提醒大家 真的 就是關於交通安全部分 還有事項部分 是可以跟大家做一下提點 是 嗯 交通安全跟 嗯 就是你們常常在做的任務 喔 其實呢 我們節目裡面真的是希望說很多的資訊 真的要輕鬆化 讓大家聽的時候覺得 喔 聽完以後很高興 但是又得到了收穫 其實我一直覺得說 我們在做廣播節目 有一個很大的心得是 如果我們都能夠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那做這些事情起來就會感覺 特別的愉快 然後特別的覺得沒有那麼用力 然後呢 大家非常也會覺得說 欸你們好用心 我覺得這樣子就達到我們的目的了 是 身為廣播人是很幸福的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一直把熱情繼續下去 不要錯 再多謝謝王琴 也要謝謝孟平 非常恭喜兩位喔 其實我們也要非常謝謝現場3D的工作同仁 我們從一開始進來就覺得你們真的好辛苦 謝謝 謝謝你們 非常榮幸能夠再為你們做福 謝謝 恭喜兩位非常恭喜 恭喜王琴 恭喜王琴 謝謝王琴